早安 今天是曼谷之旅的第二天 今天的行程主要都是在Icon Siam 本來打算坐BTS去的 都查好路線 好像都要整個小時 但最後還是決定叫Grab 方便很多 今天主要全天都應該是在Icon Siam 最主要是嘗試它裡面的攤檔小食 因為很多東西吃 我看影片 最近都見過 另外最主要是今天我旅遊生日 我們安排了上一架叫超柏夜公主號 全程在超柏夜河上行的那架船 上面會有自助餐 主要集合點和上船的地方都會在Icon Siam 所以今天就沒有其他特別的地點要去 全日大半天 現在到12點多 就會在Icon Siam那裡 我們待會去到再說 好 我們今天的第一站就是這個Icon Siam 雖然我們就召了Grab直接來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BTS的路線 首先大家就坐這個深綠色線去到Quantanbury站 然後就轉這個金色線 就坐到這個Charunakon站 你一出站其實就是這個Icon Siam的二樓 嘩 這次讀得似無似樣 我們去的當日不知道是不是可能因為吃飯時間 所以周圍都比較多人 至於這個Icon Siam比較特別在 中間就是一條假河 兩邊就有些食物 我們來的這一轉 主力其實都不是走商場的 就是試試它裡面各種的美食 所以今次這條片 都是著墨拍在Icon Siam吃的方面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我們在這一檔就光顧叫這個 雞腿咖哩麵 雞腿好像很棒 不是這個很棒 那這一個就是泰北咖哩麵來的 大家會看到下訂單之後 今天師傅會先夾麵、酸菜、洋蔥、芫荽之類的配菜 然後我們就選了一隻大大隻咖哩雞腿 哇 超多咖哩汁 那最後呢 師傅就會放一些炸了的蛋麵 就上去做這個配菜了 好吃嗎? 脆脆的 脆脆比較好吃 脆脆是什麼 應該是雲吞皮 有些雲吞皮嗎?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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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雲吞皮的味道 哈哈 咖哩麵 好吃 嗯 很濃的椰香味 嗯 和一些脆脆的很好吃 是嗎? 嗯 但是有芫荽 哦... 超不喜歡有芫荽 好了 接著呢 我們現在到處去找一下吃 看到有很多這些... 紀念品的攤檔 那我想說回呢 當我走到Icon Siam的中庭位置的時候呢 我是一個很大的驚喜 大家可以看到呢 其實它中間是滿了很多小食熟食的攤檔 而我對上幾年前來的時候呢 是極其量都圍邊有一些 那大家呢 開到中間滿了 嘩 是非常非常之開心 所以大家來到如果想吃東西的話呢 你一定會非常之過癮 有興趣可以試一下這些的 那大家看到這些比較特色一點的小食 看看這個 45克 Moon Cake 它說是月餅來的 這些是月餅來的 還有這些甜蛋絲 我記得我吃過就一般的 好甜好甜 我們要這個腸 和這個牛肉 好嗎? 好 好甜 要一吋這個 好 好 多了 30元 這個加上熱狗 還有什麼意思呢? 有香腸 哦 我們要上腸 好像比較好吃 好啊 1 嘩 嗯 超脆啊 而且很重啊 還未見到一個腸 腸還未見 很短啊 是啊 這裡有些炒粉麵 哇 這些全燒超好吃的 剛剛我們吃過呢 那 都幾夠濃味的 這裡有些應該 我想是那些東陰宮 這裡有些生蝦啊 三文魚啊 那些 昨天在夜市吃的那些生蝦就不一般了 都好吃的 不過蟹我就真的不敢吃 我真的怕肚痛啊 蟹那些 剛才吃的那個 芝士 芝士熱狗條 芝士薯仔那個 就在這裡買 100克 它這一檔呢 就叫飛龍 你見是賣一些燒味那些 有燒肉啊 燒鴨 但很明顯 跟香港那些就不太一樣了 這個燒肉 你見是很 很淡色的 還有燒鵝呢 是 橙色的 見到有這個 七色的糯米飯 那 就150元 先拿一個 不好意思 我買這個 150元 那也很便宜 謝謝 謝謝 那它不同顏色不同味的 拍一拍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看到呢 中間吃東西的那個位 是真的超熱鬧 剛才想找個位置坐 是找不到 終於要去回商場頭 那裡有一些 其他那些位置 就像消閒座那些 那些才有位置坐下吃 那另外這些中間位 都有很多其他特色的食物 那大家來到這個 Icon Sire 可以光顧一下這一間 就吃這個香蕉Pancake 那我就要了這個 香蕉 蛋呢 還有一個樽紙醬 那就80元 這塊應該是我的 這塊應該是我的 我大大劑的 一樓 一樓 那我出來買了這三件 那我剛才沒有手拿 所以那我剛剛買了這三件 這是紅燒魚肚羹的 可以選擇雞絲、鵪鶉蛋 裡面還有米粉 我一開始以為單純是一碗魚肚羹 對 我也以為是 你還可以選擇雞腿 有豬紅 我只要了雞絲、鵪鶉蛋 但是味道甜 甜的 但有胡椒味 對 我想這中應該要像碗仔翅一樣 對 我自己先試這個 就是雞子醬、蛋、香蕉 OK的 剛剛煎起 底部很脆 最主要是加上雞子醬 非常好吃 我每樣都有兩顆 兩顆什麼 鵪鶉蛋 對 我看了它 剛剛那個Pancake那間店 我疫情前過來的時候 我都有幫襯它 看上一段影片 也有拍到的 然後就試一下這個 芒果糯米飯 其實不同顏色 它說有不同味道 我剛才以我理解 這個是紫米 黃色是薑黃 藍色是碟豆花 它是紫色 它叫乾豆花 我不知道是什麼 綠色是斑蘭 粉紅色這個 我又不知道它的名字是什麼 那我先試一下 由這個粉紅色開始 它這間的糯米 好像比較生一點 好像有點硬 對 對 有一點生米 還有 雖然說不同色不同的味道 但其實吃下去 是吃不到什麼分別 除了是紫米 紫米吃到是紫米 紫米本身的質感有少許不同 對 其他都是鹹鹹的甜甜的 對 對 以芒果你還沒吃 吃了 吃了 有三塊 我吃了一塊 芒果不算很甜 淡淡的 但OK 好過酸 你看看 我們終於清潔了 非常非常之飽 本來打算每樣只吃一點點 然後什麼都試一下 但這個方法是沒可能的 好啦 我們吃完東西之後 我又走了其他幾層的鋪位 其實沒什麼特別 都是一般商場的 可能賣衣服 甚至乎有些賣車的 那些我不穿去拍了 因為我主要是想拍一下吃東西的 但反而 頂層有個Starbucks 挺特別的 除了有這些精品賣之外 頂層也有一點點東西 我覺得挺喜歡的 跟著我啦 我的YouTuber 我們現在跟著這位YouTuber 慢慢沿著這條樓梯走上去啦 好啦 那上到頂層呢 除了會看到有很多的 休閒座位 讓大家坐著喝咖啡之外 其實最特別就是 這個小騎樓啦 那大家只要站過來 這個邊位那裡 我們就可以欣賞到 這個超魄夜河的景色啦 是不是很漂亮呢 HELLO 是我啊 Anson說不拍YouTube啦 所以現在由我來開機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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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去前面的 哇 這個真的嗎 多漂亮 這個Icon Siam的 尾部呢 走出去呢 就是一個碼頭來的 大家看看多漂亮 那我們預訂了那個 超魄夜河公主號呢 等一下將會在這裡上船 那剛才裡面的服務檔塔 就已經拿了票了 哇 超漂亮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 哇 金光燦爛 那跟著當我們出到河邊的時候 發現有一個 白氏和Icon Siam搞的 叫做Food Truck Baza的一個小市集 那其實氣氛非常之好 其實很想給大家聽一下 但是可惜呢 不可以說可惜的 其實它當時是有Live Band在表演 那我這些片裡面 當然是收了那對Live Band在唱的歌 但是慎防觸碰到這個版權 那我就唯有重新配音 自己加回音樂 那這個市集裡面 有很多角色的食物 包括有拉麵 有韓式的炸雞 有啤酒飲 有雪糕 那跟著那個市集中間 你也看到放了很多木箱 被人坐著慢慢喝東西吃東西 那氣氛非常之好 非常之開心 那全程你都會聽見Live Band在唱歌 演奏等等 那非常之正 那我們都在這裡走了一輪 才再過去碼頭那一邊 這個Icon Siam 晚上的水池 是會變成音樂噴泉的 多漂亮 它這個噴泉是彈到我們一面是水 因為其實真的很近 它就在我背部噴 因為現在等著上船 大家可以看看 碼頭就在後面 不過這個船不是我們要上一輛的 我們那輛要到7時3才集合 現在7時比較鬆 這輛應該差不多開走 那就等我們那輛了 上一集合時間 你找回碼頭有這個牌 你看到這個牌 你看到這個牌 在這裡附近等上船 就可以了 現在前面這輛 應該就是我們要上的 超柏夜公主號 好啦 上船的時候 我當時有個疑問 因為我張飛是超柏夜公主5號 但我眼前那輛 好像不知是4號來的 當時有點困惑 我就問回工作人員 原來他說不要緊 你照上就可以了 其實我們上到是船穿船的 所以大家如果遇到這個情況的時候 不需要太困惑 因為你上到船之後 它是另外一隻船 是駁到旁邊 直接就穿過去旁邊的船 那就是了 這一段其實都要配音 因為上到船 同樣都是Live Band 另外因為當時無論人聲音樂聲 都響得很緊要很緊要 那我那個收音是基本上 你們要聽到我當時說話的聲音的話 其實我相信你們會聽得很辛苦 所以我就寧願配音 犧牲了現場的聲音 好了 現在見什麼講什麼 講馬這樣講 這個就是我們的位置 那這裡呢 他就會預留了一杯的Welcome Drink等你們 那有各國的美食 因為我登記這個餐的時候 是一個國際自助餐來的 那同樣有海鮮 那其實你們會看到那些熱盤 其實跟我們一般平常吃自助餐的 都是差不多 就是有些炒飯 菜 芝士 不知西蘭花 那些這樣 大同小異 那也都有這些日式的 譬如刺身那些 那船頭方面 那會見到呢 就有很多這些蔬菜類 沙律啊 泡菜啊 類似這些東西 那船頭的另一邊呢 就是水果和甜品 那整個布局呢 都是跟我們平常吃開的自助餐差不多 那要講一下這個焦糖燉蛋 一定要試 好正好正 好啦 就是他們兩位呢 全晚是很樂力的 為大家唱足整晚的 那我想說呢 這杯Welcome Drink呢 是甜得很厲害 好啦 那開船之際啦 那自助餐也都開始啦 那因為當時呢 太人多了 因為有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樓上那一層會走下來 一起拿東西吃 因為他們的上面自己都有 所以呢 我們就寧願一次過拿光 放在桌面 慢慢吃 吃完一轉 那就算了 那大家都可以看到 其實食物的賣相呢 其實絕對不差的 那都 每樣東西其實都非常之新鮮 尤其是海鮮類那些 那也是這個 這個非常之正 那蝦那方面 例如海鮮那方面,那些蝦絕對沒有很霉 肉都很實淨的 至於青口,也非常推薦,非常鮮味 接著我們可以在船頭的位置走出去看風景 沿途會經過很多名聖,例如這個鄭王廟,也看得很清楚 至於另一邊,我們也可以看到大王宮附近的地方 但是大王宮就被前面這一排的房子遮住了 但大家都看到了,其實也看到了少許 至於這個位置,其實它有一些河邊的火鍋,木吉塔 其實我們很想去試一下,但是這次似乎應該不夠時間 唯有等下次再來了 好,接著船頭位置有樓梯讓你走上上層 我們也上去上層那裡八卦一下 如果預訂位,預訂到前面這幾台的話 其實也挺正的風景 同樣上到來,其實也是有人在演唱的 跟下面所唱的歌其實是一樣的 上下層的東西基本上都差不多 依我所見,其實上層的自助餐 它所提供的食物跟我們下層的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不知為何呢 我看到很多上層的人是下來我們那層那裡拿東西吃 可能他見上層多人就下來了 所以才令到我們也有興趣發掘一下 其實上層的食物是不是跟我們不同的呢 但是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其實上層好像買的票是不同的 因為我是在K字頭那個旅遊APP那裡買票 其實他沒得讓我去選擇的 我記得 可能要去他觀望等等才能賣到上層 至於這個船程去到這個位置 看到這條橋的時候 也都代表他會掉頭回頭 你會見到其他那些觀光船 都是在這個位置掉頭的 掉頭的時候 我們也都會見到這個大家都非常熟悉 就是這個河邊夜市 這次這一段旅程 我就沒有安排到他了 另一方面 看到這個人家的6號船 不知道為什麼上面會跳舞等等 但是我們那輛5號船 到最後都沒有這件事 我們看到他對面是非常好氣氛 播了歌 連這一段都要配音 真是可惜 經這個K字頭的旅遊APP買 一個人就208 我們兩個人 整體來說 這個食物的質素 OK的 正如我剛才所說 都是我們平時一般自助餐 所吃開的東西 沒有什麼特別特色 但是有一樣東西 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什麼呢 9點半呢 我們就會回到Icon Siam那裡 這樣就完結了 但是你要留意的東西就是 其實9點鐘呢 他就已經不知為什麼 已經收了所有東西 包括你桌上的餐具 外面也不會再有人 吃東西 那由7點半至7點8到 自助餐開始 至到9點這段時間 那你們記住 要吃的話 就盡快吃光了 好了 這條片來到這裡 又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下一集我將會和大家行逛一下 這個亞屬站的Terminal21 看看疫情之後它變成怎樣 然後我就會帶大家去船面一條街 那裡試一下其中一間的船面 個人來說這一間都挺推薦的 因為裡面的屬屬真的很好人 很好人 然後晚上我們就去了這個湯之心那裡 還有浸溫泉 那我會慢慢和大家說一下 進到去整個流程是怎樣的 所以大家記住留意下一集的內容啦